惡意檢舉 到底有沒有可能把頻道BAN掉 到底是不是被檢舉掉的 我們沒有辦法做確定 但我們經過了一些實證 老實說我覺得被惡意檢舉的 機率應該有到九成 大家好我是Nick 大家也知道我們瘋狼的頻道被BAN掉了 很多粉絲有問我為什麼被BAN掉 那是不是被檢舉的 那這陣子因為我看底卡上有很多人在討論 看到一篇文章我覺得可以分享給大家 跟一些經驗關於 頻道是有沒有辦法被惡意檢舉掉這件事情 底卡上有一篇文章叫做 Crazy Man瘋男頻道消失了 重點不是發文 有一個留言 那時候看到我覺得有點厲害 這個人呢他叫做西北七 他的名字我們在罵他 YouTube檢舉影片這邊呢 有非常多的項目可以檢舉 比如說射擊內容 暴力或令人反感的內容 仇恶或惡意內容 騷擾或霸凌 有害或違憲舉動 錯誤資訊 虐待兒童 法律問題 宣傳恐怖主義 垃圾內容 及誤導性內容 老實說光這些內容聽起來就知道 八九成以上的頻道都可以檢舉 所以他的檢舉的範圍我覺得有點太廣泛了 他要怎麼去判定 到現在都是一個謎 後面他就有跟大家說 網頁版的檢舉跟APP不一樣 他這邊主要在說的是 手機檢舉好像沒什麼用 大家要用網頁的去檢舉 他教大家他怎麼去檢舉的 所以這可能就是很多檢舉經驗 他舉個例子 他在YT看到 可能有比較大尺度的國外影片 他用APP檢舉過了幾個月 影片都還在 但他用網頁檢舉 網頁他有一個功能是你可以標註時間 比如說三分鐘 三分鐘的時候看到女生穿內衣 他覺得這射擊內容 比如說五分鐘他看到有小朋友在哭 他覺得是兒童暴力 他下面就有分享一個我覺得最可怕的 他分享他檢舉的內容 他只是稍微分享一個 他就已經檢舉了15個影片 全部都檢舉成功 已經被移除了 通常會被移除的尺度就是警告黃標 不然其實影片不會被移除掉 他甚至說他有用網頁版 檢舉某個歌手的MV 只是因為影片裡面有小人在哭 他就檢舉他 他就被黃標了 那內容就大概是告訴大家說 你知道他檢舉人家 是可以成功的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點就是 惡意檢舉 到底有沒有可能把頻道BAN掉 這件事情 以我們頻道一個75萬粉絲的頻道 來看的話 畢竟我們已經被BAN掉了 到底是不是被檢舉掉的 我們沒有辦法做確定 但我們經過了一些實證 老實說我覺得被 惡意檢舉的機率應該有到九成 頻道會被BAN掉 總共你要有三支警告 但我們頻道其實最後後台只有一支 後面的時期會沿著時間 比如說你三個月內沒有出飯 是會消掉的 所以我們之前被記了 我們就會乖 好啦也是我們的問題 反正就是我們就會把尺度說很小 去撐過那個警告 過去的日子 所以我們自始至終 我們都會保持頻道最多就是一支 因為有一支是永久的 所以基本上不會被BAN掉 那我們為什麼會知道 檢舉是可以成功 是因為我們有以前的影片 後來被檢舉 空標出現了第二支警告 大概是在青年初的時候 是關於一支柔道的影片 因為像那個時候奧運也紅嘛 還有那個楊勇偉嘛 那那一部影片就是 我們實測柔道的摔啊 反正我們就是實測了一個 一般人被鎖紅 但我們也是很安全 因為那個人是國手 那個人是專業的 他也會因我們的狀況 狀態可不可以 我們也都有生命 過了一兩年後 那支影片被封標 所以那時候第二支 所以我們從年初之後 其實就非常的乖 到這陣子突然也要被 被刪掉了 以尼克欣的頻道舉例 他有一支道歉影片 那一陣子就很多迪卡的酸民也好 討厭他的人也好 號召大家去檢舉他 那跟大家說真的有用 因為他的道歉影片被檢舉到 只是講話都可以黃標 因為有人特別標註 比如說他幾分幾秒 說了一句 他要跟誰約拳擊 他要揍死他 就這樣 他的影片沒有盈利 然後被變黃標 那這樣就可以知道 其實大量檢舉這件事是成立的 那以我另一個朋友的案子舉例 他也是盈利有打開的頻道 他有一支影片被系統偵測 是黃標的影片 而照理來說 如果我今天是創作者 我覺得我影片的問題 黃標合理 那我可能就會上片 畢竟他可能有流量 他可以增加粉絲 或是他有其他的商業價值 因為他也剛做 他又是一個比較新的Youtuber 反正他那部影片 其實是有一點觸犯色情的原因 他就把黃標影片按 人工審核 那支影片就 審核之後 直接變黃標 被刪掉 多了一支警告 那這邏輯就是同理 一個頻道有問題的 只是沒有被發現 經過了大量檢舉 等於頻道會被ban掉 或是你會被警告 這件事情建立在於 就是你頻道本身 可能就是危險邊緣 其實大家有在看Youtube 也知道 我們頻道的尺度大歸大 但比我們大的其實非常多 但可能我們就做的比較討厭吧 然後反正最後就是跟大家說 你這樣推算 你檢舉的這個頻道 就等於強制讓Youtube 去人工審核你的頻道 就會有更多的眼睛 來放大檢視你的內容 今天一個人檢舉 可能還要是 一百人檢舉 那我今天是審核的人 我也會覺得 這個頻道是不是很有問題 那我可能又發現了 有疑似邊緣 或是就是這種內容 那我可能就會 用更高的處罰去判斷這個頻道 因為已經這麼多人發現了 所以其實它就是 強制讓你的頻道被人工審核 所以如果你今天頻道是有問題的話 那真的有風險 如果你真的惹到很多所謂品 或惹到討厭的人 他可能用大量的帳號 大量的去攻擊你的頻道 找到你頻道的問題點 比如說你講的不該講的話 你分享的不該分享的知識 或是你有色情 你有暴力言語 你有恐怖的想法 都有它的風險在 所以我們自己判斷 我不能說一定 確實是可以把人家頻道解決掉了 大家真的有興趣也可以去查一下 還是應該出來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很多粉絲也有問我 陳薇那邊也先拍了嘛 大家也可以看陳薇那邊有講什麼 這邊就比較是自己心裡的想法了 還有跟大家解釋一些以前的東西 一定太多人在問了 那這邊呢就是 我覺得我需要很認真的跟我的粉絲 或是支持我的人也好 跟大家道歉 後期也很多粉絲 有在放在頻道留言說 就是覺得 我是不要拍啊 我覺得我的頻道變掉了 因為可能有看早期影片就會知道 因為像早期 我想出的系列都比較 很像虧探 很像吃蟲系列 早期的初衷其實是希望我們拍 有點像是Sircus那樣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自己有一點羞辱 或是自己有一點受傷的事情 想要讓大家看到是開心的 但我覺得我們是從 接了第一支Svig業配之後開始 有點變調 因為大家知道 社群產業的錢給比較多 那一塊的內容又比較吸引人 像Quest Hight 大家都說為什麼提供人 因為它真的尺度很大 全部都黃標 完全沒有辦法做獲利的模式 想到頻道的應用方式就是 我們去做可能尺度比較大的內容 部分片段放在會員頻道 碼比較薄一點 讓剩下還願意支持我的 付費會員來維持我們的頻道 不然我後期真的是滑下去 因為很多人後期 看到我很多影片 甚至沒有出現 是因為我自己 也覺得這個內容真的沒辦法 跟原本的初衷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其實 當下看到 頻道被ban掉的通知 其實我並沒有很難過 但就是不捨 因為畢竟經營了67年 一個75萬粉絲的頻道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個 老天爺給得挺順利 我覺得是個很好的知識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知道改變 甚至我在這些年為止 也更常會有考慮 我覺得我應該要轉型 應該在做這樣的內容 因為這不符合大多數手中 也不符合這個市場的生存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不是壞事 至少會讓我們去意識到 不應該在做這樣的內容 就像可能新人士朋友 或者一些長輩 他可能問我說我們在拍什麼 叫我們頻道打出去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約定不太好意思 就像你剛來你爸媽不是也很擔心我們 對啊 覺得不是壞的 就還有這個點 大家都覺得 這我還是要 我也是要解釋一下 如果我們覺得我們拍這些 比較新山色的內容 我們跟網美啊 可能很好啊 拍過夜店啊 酒吧什麼 我們就很會玩 對不對 但我不需要說 這七年 我真的沒有跟任何一個 合作的網美幹嘛 不然我們早就被挑出來幹了 我們被湊成怎樣 對啊 為什麼沒有人挑出來幹我們 我們甚至是拍完片的時候 跟網美基本上就是來賓關係 基本上我可能拍完片我就走了 你應該也看過很多次啦 基本上我一拍完片我就走了 我甚至 很多連聯繫方式我都不會走 現在都可能讓經紀人去對啊 讓朋友去找朋友啊 甚至很多拍完片 我根本不知道在誰 所以這邊還是要生理一下 甚至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 因為我前面有多出來幫我講話 然後這邊 最後解釋一下 有很多人說我們是不是賺錢就不解釋了 沒有 我已經跟你解釋過 你前面真的很窮 我們頻道經營得非常辛苦 這邊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也有留一些記錄 像是區塊電影遊戲 當初有GAME FIVE 找我也不接 博弈的 我們也不接 其實我們還是很多東西是有在主角的 是不希望我們粉絲可能受到傷害會影響的 其實瘋蘭頻道到最後 我會繼續留下來拍比例 這邊會成為 他不像我 我可能比較多做生意的想法 是因為我家從小真的辛苦嘛 像我活中我就會去皮膚來買 高中大學我會去工地上班 或是我會想一些生意可以做 光早期剛做瘋蘭的時候 其實我就弄了自創品牌 那個時候大概也賺了優買 然後我就是會去想一些副業就做 但成規他一直比較沒有生意的想法 所以我們頻道也沒辦法停 是因為那停了他就沒辦法吃飯 他會來台北也是因為 為了來跟我拍片 為了我們一起組建瘋蘭 跟我創業一起做瘋蘭 那接下來還是會繼續拍片 是因為我覺得 我剛才找我當初拍片的初衷 對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拍片是非常開心的 但我們那時候老實說根本沒賺錢 當初瘋蘭剛成立的時候是在一個頂樓的鐵皮無甲蓋 大家全部擠在那裡 非常的簡陋 我們拍一些很悲懶的東西 就覺得好好笑 我們自己看到很多留言是因為我們很開心 是因為甚至很多 有些留言是說可能他有憂鬱症 他真的是心裡生病 看到我的影片他覺得他很開心 因為他覺得我很悲懶 但這就是我們一開始想要的 很想做的 然後我想要繼續拍片是因為 我覺得我現在稍微有能力了 我想做一些真的對社會可能有幫助的 真的可以影響一些社會 或是我自己想分享的 我現在只想做我想做的 我覺得開心有趣 我可能也會拍像 前鋒來的一些比較大尺度的 比較瘋狂的東西 但可能就不會是射擊內容 可能就我自己做一些很有趣的瘋狂的射擊 努力的避開 Google的規則 但我覺得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我的頻道 因為看起來 我頻道要拍的東西應該是沒辦法賺錢 先預告一下 我們下一部影片就是 我要去捐一萬公斤的狗飼料 然後上一部影片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我也拿了五十萬 去給親吶家庭的朋友們 這個頻道 真的可能就是燒錢啦 真的未來能打評 我覺得就很棒 也希望大家能給我一個機會 可以看見 開始看見真實的我們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更支持陳薇啊 大家可以去訂閱他 付費訂閱他 等於他 現況是更需要大家的支持的 大致上就這樣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在這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我們只要來跟大家 不是在哪一區上 就這樣吧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